这对夫妻一心想帮助人 921地震后 用空手道救孩子 租三栋房 提供四十多名学生支柱 耗尽家产 还得不断借钱 他说孩子的未来 就是他的生命曙光 近二十年来 拉回了上百名中错生 重回校园 孩子非常争气 国内外比赛拿了上百名金牌 一 二 三 四 现在在哪里 压重心 近距离一定要压重心 看前面 打开啊 先把电灯打开 电灯打开一下 趁着学生们还在学校上课 两位教练已经提早先赶来练习道场 原本这对夫妻在台中开馆授课 交空手道 收入稳定优渥 因为当年那场921地震 他们决定来到南投 刚好这个灾难让我们来到这里 发挥我们要帮人的那种精神 人事物都在重建 但是唯一没有在重建就是学生 灾情惨重的重灾区 学生的心灵和教育也需要重建 黄太极和太太毅然决然一头灾尽 用空手道拯救孩子的重建任务 一做就是19年 学生下课后赶到道场来 自动自发的更衣着装量体重准备练习 这里的40多位学生 有的来自921受灾户家庭 有的来自偏向部落 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学习 每一位学生都非常珍惜 这里的小朋友真的是需要我们 所以回去了以后想一想隔天又来 就这样日复一日 教练的出现对于灾区孩子们来说 无疑是一记强心针 最困难的就是没有场地 我有路上面就开始练 可是很痛啊 小朋友没有办法撑很久 心疼孩子受苦 黄太极和乐德兰决定将 原本台中道馆的软电护制 通通搬到里头来 灾难是一时 教育却是百年 夫妻两神性 空手道能够崇敬心灵 帮助学生们有完整的严格教育 下手 看前面啊 看哪里 来回几趟的练习 学生有些喘 黄太极相当严厉 激励学生斗志 看准看准 来回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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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深 贼之切 黄太极盼望 他们能体悟 在人生的战场 只要努力就能绝地重生 永不放弃 只要你活着就有希望 让学生能一直跟着我们的原因 就是要有梦 要做一个梦 这个梦是我们要给他们 他可能在学科上 家庭上没有人给他知道 他有梦 因为他可能回去爸爸打 在喝酒打架的时候 他每天只有记得就要喝 十九年来 黄太极拉回超过 上百位中措身穿回校园 背后要付出的代价 却相当大 免费收入学生 耗尽价产 那钱就是从我跟我老婆 自己付的 然后去营养街的 没有钱就拿卡去刷这额钱 看到孩子们这么努力 练习 成长 从忙忙无助到勇敢追梦 父亲两举照度日 但他们知道自己不能放弃 胡闻岛 因为力血从这里到这里是平线 你要站这边 要 要 要 进身一定要押中心 不断要求学生磨练一致 这里的空手道专班 被誉为台湾少林寺 如果你遭受到攻击 你要迅速的快速的 就是给予反击 面对这个偏灾也是一样 你的头脑要保持清楚 要快速的使自己站起来 父亲两就这样与学生为伴 默默在南投耕耘 陆续培育出十位总统教育奖得主 上百位国手在国内外各项比赛 夺下超过百面金牌 地震后六年我们创造国性箱零中错率 我觉得空手道就是一个品格的教育 我们的道府是白色的 就是他就是告诉你自己要从零开始 在南投经历处处可见这两位教练 传承合业 恢复学生的声音 我非常感谢黄教练他们夫妇两个 因为我认识他们也是二十年前 他们从偏乡开始 就是照顾那些弱势的孩子 父母身教是最好的教育 黄太极的独自从小文明朦然 奇武不但已经成为国家级教练 更希望能传承教育职业 所以跟人对打比较不一样 不同的拳法 教练 英才识教 他们知道只要有心向学 总有一天选手们 都能站上世界竞赛场 加油 因为从小就打到军队 所以就觉得 又看到父母这样子 就觉得能帮助其他人是很好的事情 黄太极一路带大征战的灾区学生 总是事如己出 现在也成了对上教练 因为家里的环境不是很好 然后其实我就是一直都穿着 同一件的旧道骨 就是很黄很黄 他就送了我一套道骨 然后既然那时候 其实也为了怕不要伤我自尊心 他就说慧仙很认真的练习 都没有缺席 所以我决定送他一套道骨 最大的改变是 这样给我们的很清楚的目标 就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他扮演着很多重的角色 他是老师 他是教练 他也是家人 是演师 也算词户 学生们练习后的生活 王太吉夫妻同样一肩扛起 厨房里正在忙着准备 学生们练习之后的晚餐 有菜有衣 四菜一汤 尽管菜色简单却营养均衡 里头还有着满满的关怀和爱 那个东西放着 先洗手 好 好 出去 先洗手 回到宿舍学生们相当规矩 自动自发 洗手 准备吃饭 那个你要控制体重的人 吃菜就好了 知道吗 从学校到练习场 再回到宿舍 大家就像兄弟姐妹般 生活紧紧相细 晚餐时间是学生们最喜欢的时光 能够和教练谈心 你最近那个青春到很多 是不是教练不知道外面 你喝到教练里面的 没有 没有吗 真的吗 夫妻俩不只是道场上的最佳战友 更像这群孩子们的家长 你小时候就平度那一种 比较哀伤 没有 有没有感觉 关心每位学生的家庭状况 适时心理辅导 教练很像爸爸 妈妈 然后也很照顾我们 每隔一段时间 夫妻俩还有着重要任务 要陪着学生回到山上部落 探望家人 我们阿嬷今年几岁 几岁 八十七 那你回去会跟她聊天吗 有时候 驱车来到当年的九二一灾区 恍如隔世 回忆中的景象历历在目 这个山洞 常常以前土石榴的时候 要把这里盖掉你知道吗 知道 你知道吗 很小 你知道吗 这个路我们开了十几年 刚出国比赛回来 吴兴敏好阵子没看到 相依为命的阿嬷了 OK 来 这个 你的东西要开下去 吴兴敏小学二年级在跟我们练空手道 但是他的家庭状况就是有一个阿嬷 爸爸 就是在九月之后 就是因为可能一些压力 经济压力或是其他的可能就自杀 这个小孩是从小蛮乖的 心疼吴兴敏的处境 黄太奇从小就把他带在身边 而现在他也成为了一位优秀选手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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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孙子相当争气 阿嬷也安心许多 满步皱纹的手握着教练 心中满满对孩子的期待 只能寄托在教练手中 这群小孩只要有没有帮他 可能吸毒 犯罪 我们也可以用空手道的专场 来改变他的人生 投入灾区 父亲俩为偏乡带来曙光 他们还要用这双手 继续陪着孩子们反转命运 无私奉献的心令人动容 同样为偏乡孩子付出 另一对夫妻从中错生 照顾到入世家庭 因为蛮多是单亲的家庭 有些是父亲生病 有些就是单独抚养 就是写完功课就会晃来晃去 我们就是在这样陪伴之下 他们后来在学校的学业成绩都进步了 我们其实就把一些课程 拉到户外去 我让孩子开始认识 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让孩子在这里 不只是被帮助 而是他们其实是有个责任 感谢观看